小毛巾 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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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e風車主要分解為以下幾個動作 頭貼地板的正Ice 头贴地板的侧爱时 右手把身体往后推 经过轴定的点 左脚往左边耳朵后面的方向压 经过右肩定 左右脚一起往后压 身体往后躺 记得一定要让腰离地 回正面的时候 可以先踩左脚做辅助 右脚往右边耳朵的方向拉高 左脚撑地板 重心要经过左边的肩膀 这个时候头已经贴地了 重心往头的方向放 顺势回到右边的正爱时 再经过右边的车爱时 基本上只要重复以上的步骤 你就可以慢慢的练会爱时风车 如果有地方是坐不起来的 那可能就是你的基础需要再加强 再来我们试着把刚刚的步骤来做连贯 那我们尽量让停顿的点 都停在躺背的部分 那这边我们要注意到就是 只要到躺背的部分 我们的腰一定不可以碰到地板 不然你在坐风车的时候就会炸腰 躺背就是要让重心往背后躺 不要怕炸头 尽量让它越高越好 我们经过前面两个基础之后 那我们都了解到风车在运作的原理 但是我们练习风车一定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两只脚没办法同时的去控制 那遇到这个问题的话 通常我的做法是 我们先来解决一只脚 也就是我们的右脚 因为通常左脚的回话都不好去做控制 所以我们先从比较好处理的右脚来做练习 从影片中可以看到 我的练习方式是 头ice的时候 扫出去的瞬间 我把我的左脚给勾起来 出力打开 因为只要有做到勾起来出力打开这个动作 我左脚就可以先不要理它 然后它也不会乱动 那在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专心的去做我右脚的控制 让右脚的轨道把它走满 练习去抓到右脚扫出去 身体往后放 躺到背的时间点 然后记得一定要把你的腰给抬高 不然你会炸到腰 那到背的时候 就只要把双脚刻意打开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练习完整一圈的做法 不要让它每一次都只有停在躺背而已 要试着让它回到ice 其实你可以仔细看 只要左脚是勾着 它就会自己帮你带回画脚的轨道出来 只是勾着做比较不明显而已 那基本上会做到完整一圈的风车 那就是练习说要记得经过左肩膀 因为很多人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它会风车了 可是它的风车都不会经过左肩膀 然后会造成它的轨道会有一些断层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改善它 没有经过左肩膀这个问题 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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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 变成 一点 变成 变成 �成 变成 变成 点 叛zo 变成